请看 我真的觉得很委屈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63岁 来自南京退休 有请陈先生 顾女士57岁 来自南京退休 有请顾女士 有请 今天大哥是来诉苦的 是吧 很委屈 对吗 对 退休之后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 但是得不到 太太和孩子的理解 是吧 对 我跟他结婚三十年 刚开始吧 觉得还不错 我足外 他足内 但是现在退休了 我感觉到 他这个人变了 怎么变了呢 变得不顾家了 整天在外边 和三盆四友的 在外边玩 照相 我怎么不顾家了 不管 不管这样 我们结婚三十年 你的工作不一样 你是跑船的 我跟你结婚 几天 你就走了 然后 我怀疑了 都没有人照顾我 我自己照顾自己 还要上班 然后孩子要出生的时候 他也不在家 我父母走得早 没有父母 只有他 两脑子 我没有办法找他 两脑子来帮我 小孩满意了 他父母也不管了 我就一个人 满里满外 小孩也都发高伤 我自己背着他 到了医院 又挂了水 又拿药 一直挂了第二天早晨 然后我自己 又去上班 然后 小孩姐姐 也大了一点 开家长会 他从来都没参加过 您这个讲的是 作为一个 海员妻子的痛苦 我能理解您这个 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这样 他没干别的 不是跑船去了吗 对不对 你听我说主持人 小学的时候 开家长会 他不能参加 小孩慢慢长大了 成人典里也不参加 不是 您说的这个 不参加是 他还在海上飘着 还是说他回到了家里 他没去 他在海上飘着 那是啊 但是有一点 别人家小孩 都是一家伤口 但是我只有 跟儿子 小孩长大了你 真的可怜兮兮的 作为我母亲来说 是不是很难受 是 我知道你 你退休来家了 还不 我知道你是 帮我一把 过去为这个家 就动不动 我喝功了 来家就直直点点的 什么都收获不对 我在家 付出了这么多年 在你眼里 什么都不是 我知道你为家里 负责了很多 我现在不是 正在弥补吗 现在好了 我在家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在家做事 闹得现在 还脸头不讨好 怎么个意思 现在他和儿子 两个儿 当在一边 你这么多年 不在家 儿子肯定不会 跟你亲 跟我这个妈妈亲 对不对 主持人 我讲两件事情 您讲 你看 是不是他们 活活起来 欺骗我 第一 我小孩 就是二十多岁了 他从学校出来以后 我就想 帮他找工作 现在找工作 好多都是在网上 我也不会上网 我为了 在他找工作 我跟别人学 我在网上 找了多少条 我最后终于 在他找了一条 我认为 很适合 他那个专业的 然后上了几天班 我就感觉到不对劲 到上班点了 他还不走 还是要我 催着他去上班 一年 多少天都是这样 我就有点怀疑了 他不上班 又不在家 人能干什么呢 我就想 他是喜欢打游戏 那肯定就是 上游戏厅了 我想 他不上班 哪来的钱打游戏 最后 我才发现 是他背着我 给小孩的钱 哦 他打游戏 我不知道 你打游戏 我最对 做母亲的 不会做这个事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还有一件 也是他们 母子俩合伙起来 欺骗我 我帮小孩 通过我的朋友 介绍对象 我家这个小孩呢 当时呢 还是蛮愿意的 也跟这个女朋友呢 也约了几次会 后来 不知道怎么搞的 女孩呢 渐渐的 不跟他来往了 这个谈恋爱 有自由吗 对 过一段时间呢 女孩的那个家长 跑我家来了 问了我 说说 你们家怎么回事 到底想不想谈啊 把我问闷住了 这怎么回事啊 我就问他们 他说每次他们小孩 约会的时候 怎么他妈老跟着 是什么意思啊 妈妈陪着儿子去 谈恋爱 我感觉到就是说 他们根本就是不想把这个事情谈成 你不想谈 你跟我说 也跟人家这个女方说清楚 是是是 这个你有解释吗 你不是合伙起来欺负我 不拒练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儿子要把我喊到一阵去看电视 因为你多少年都不在家 他跟你没有语言沟通 你又到他安排好什么谈队下 他不愿意又怕你骂他 所以他就应付一下 然后由我陪到那去看电视 您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儿子不敢跟爹沟通 是这意思吧 那您作为妻子的应该跟老公说呀 您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我跟他说 他喜欢喝酒 一喝酒就发酒疯 这个主持人应该也清楚 我们在船上工作非常枯燥 可以说 在船上工作几年来呢 没有不喝酒的 因为那个生活太枯燥了 整天面对的都是 但是你在船上工作是不错 我能理解 可是你退休一年都来家 还是把我们母子俩不大一回事 都没有酒喝多了 发酒疯 这个是我买的 那是我买的 没有我 你不聊聊 就喝西北风气 但是我这么多年 心里可我维持这个家 有什么意义 全部给你抹关了 他是喝多酒了吗 这是撒酒疯的状态下 他不喝酒就不这样吗 但是从船上来家一年多 对不对退休 你经常是这样 叫谁也忍不住 咱们就是论识 你不光小孩这件事情啊 你做的过分 还有一个 你每次站门室友的 在一起照相 打扮得要模要弃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多岁了 打扮成这样 反正我是看不惯 那个项面要是拿出来给人家看 谁规定 五十几岁人就不能打扮打扮 我年轻时刻全部在家的维持这个家 维持了三十几年 对吧 但是你来家了 就应该理操了 你整天都不顾家 我就可以出去放松放松玩玩 你看这是抖音 这么大岁数了 穿那么短的裙子 还穿这么高的须子 又笨又跳的 你看还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又是哥啊 妹啊这这这这几个 这是他五十多岁人 能够的你看 笨笨跳到的 他哪里都笨 大家上都能笨 拍抖音 什么人都可以喝拍 一不一会儿规定 岁数大人不能跟人喝拍 对吧 岁数小的也能跟人喝拍 岁数大也能喝拍 喝拍能证明什么 你看这大红大绿的 要是给人家看到 这个抖音给人家看到 不笑话我吗 谁笑话你啊 你看这个相片怎么了 上面有什么 戴个这个帽子 还有墨镜 我就觉得他这个 就很保守 也没露哪里 对吧 上次有一天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 我都发现他在撞发的 比这个还那个 大红大纸 他说我跟朋友又好了 照相 你照相 你不能照普通的相吗 照相至于这样子吗 你这么大岁数的 至于那种 农庄业抹的吗 谁规定 岁数大点就不能花点抓 花点抓 在那眼里 就是 然后他就走了 摇了摇气 那天一直到很晚很晚才回来 我吃饭的时候 我就刷这个朋友圈 一看 看到他那个照片 我看到非常老虎 听懂啊 这不就是他的业余生活吗 等于您下船有多久了 三年 这个下船之后的日子 家里面所有事是您管了 是吧 对对 补偿吧 您感觉到他在补偿的这份心了吗 我没感觉到 没感觉到 为什么 不喝酒还好 你喝酒 撒酒疯 我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在家操持了这么多年 你回来退休了 就应该 你把这个家 操持下去 您就想把这家务都给招呼 然后我就出去 门口小姐妹出去玩玩 懂了 拍拍照 拍拍抖音 听懂了 刚开始他还是就是照相 现在呢 升级了 不就视频吗 一上抖音了 对我们都看了 这是他选择生活的一种权利吗 我不是说反对他的 那你反对什么呢 就是我就认为他太过了 打扮各方面 跟他这个年龄 非常地不相似 我这个人又比较爱面子 上次那个抖音 我还没看到 是我的那个朋友看到的 我朋友问我 怎么你老婆跟你两个 感情有问题了 是吗 他问我这是 明白 您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他收耻度 是这意思吗 对对 这是您的第一层诉求 对吧 第二层诉求就是说 你回来之后觉得 他们母子俩逗你了 对吧 对 你现在跟儿子的关系 怎么样啊 不好啊 他们俩现在是站在一条线上 不是他们俩一直就是 一条线上的 对 儿子现在有工作了吗 现在有工作了 他 心里话敢跟爹说吗 还是不敢跟他说 因为这么多年 没有在身边 就跟他就是有一点 那他过去做船员的时候 大概多久你们见一次啊 夫妻之间 一年365天 只有50天回来 有时候忙了 一天都不会回来 你们结婚这30年 待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也满打满算一年 最多一年 现在这个他回来这三年 算是一家团聚了 是吧 算 这个团聚的生活 跟你曾经期待和向往的团聚生活 一样吗 如果他不喝酒 他可以 如果喝酒了 头脑就不做主 那种样子 不是 我喝酒 就是说因为平常 没有人在家 你都出去玩去了 没有人陪我 你希望有人陪你吗 我在家就很孤独 你跟你妻子说过吗 我希望有一个帮手 就是说家里边的是有个帮手 那里老父母都健在 他们都是八九十岁人 身体就是一直不好 生活都不能自理的 都是要靠我们来照顾的 我们家虽说是纸别四个 但是个人都有个人的家庭 我想就是说平时 他能少玩一点 帮我搭把手 妻子不愿意是这样吗 不是我不愿意 我这么多年来 一直维持这个家带 儿子还照应你父母 然后你退休回来了 我想有我自己一点空间 我现在我也这么大岁数了 而且我过去在船上 时间长的都有直约病 然后我的腿啊 腰啊各方面都不好 关键什么东西的 我就是想家里边 能有个人能帮助帮助我 我懂 您是希望结束漂泊的日子 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你发现 您的妻子不愿意再过那样的日子 对吧 对 那要是真正不行的话 正好我现在有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在一起搞团的 他现在是老板 自己买的船开的公司 他现在想拼我 您的意思是说不行 您再回船 对 如果说你要是这样再不改的话 我也受不了了 那干脆就是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东某桥 我就上船去 那我不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回来才三年时间 你维持这个家 操劳这个家 才三年你都嫌烦了 你又要回船上 维持这么多年谁来帮我呢 你又没有到我考虑 你岁数大了 难道我岁数不大吗 我也快奔六十的人 只不过现在你回来了 我只想 用这一点时间出去玩玩 把我爷爷来丢失的 年轻时刻的 补回来一点 难道都不可以吗 我不是不让你去玩 我就是想狩猎一点 我问一句话 为什么你们夫妻俩 不能一起出去玩呢 你问的也就是我想问的 为他梁老子要人照应 他不是天天去吗 他们不是四个兄弟姊妹吗 你问他心里 默默自己良心 到底姊妹几个在伴助他梁老子 其实就两个 那两个可以说都不怎么问事 那他也是有时间的 在他空闲的时候 你就没想着带他一起出去玩玩吗 我也是在堵一口气 您现在也退休了 老两口应该没什么事了 应该很有大把的闲散时间 真的两个人就在一起啊 因为孩子也上班了吗 二多岁也该独立了吗 我退休了又找了一份零工 在打工 你可以不打工啊 你不是要追回青春时 曾经逝去的时光吗 这个老公不已经回来了吗 我打零工 只能面对他动不动 所以其实是你不想看到他 你这么说吧 是不是三十多年 他真的退休回到陆地上的时候 这个男人在你心里 其实特别陌生的一个男人 应该是 你心里已经对他情感依赖淡了 现在他提供了一个方案 说我再上船去吧 我也回不到路上的生活了 我能给孩子多挣几个钱 您为什么不让他去呢 因为他漂泊了这么多年 说实话他身体也不太好 心里还是有他 还是在那岸上 再说又退休了 心里还是有他 但是又没法跟他好好过 是吧 这二三十年里面 心里积压的那种寂寞 那种生活里需要帮手 却没人搭把手的那种痛 见到这个人 可能一下又翻了起来 对 所以我看您出去玩呀什么的 也在逃他 也在躲他 是吧 对